你們兩個在幹嘛 還不敢教他們動手 他們動也不動 你教我怎麼說啊 來 鏡頭對準播報員 你們兩個怎麼說的精彩 怎麼是 害我被炒魷魚你們就完蛋了 我會把你找兇手殺死你們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 蛤 你也怎麼去 你們在幹嘛還不敢說 哎呀 這一次可真是要我老命啊 什麼啊 金毛世王不不不 大師兄突然打出了空同派正 絕絕七傷拳啊 所謂一面七傷 七者皆傷 真要命啊 我弟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很好 句句胡說下去 當武技 不不不 何晶瑩不忙不忙 雙掌慾言成隊 指出乾坤大弄儀 將七傷拳威力化解無形 何晶瑩連霄帶打 大喝一聲 霎間雷台上鬼影重重 滿滿都是何晶瑩的聲音啊 大師兄根本就無法分辨出 哪一個才是何晶瑩的聲聲 只見大師兄眉頭一皺 系上心頭左腳踏裡 大叫一聲 老師公大顯威靈啊 這個時候 原來大師兄他緊身啊 沒關係 真的還有 大師兄嬌喘一聲 倒在何晶瑩的懷裡 在這個時候大師兄眼如眉絲 嫩嫩的雙唇微張開 還噴出有如蘭花 蛤 聽聽沒 沒關係 繼續唸 可以的 何晶瑩樂不釋處 以為子女對他也心動 他感覺到子女的皮膚白若冰雪 軟綿綿的捏在手上 好像棉花糖一樣的舒服 這個時候他感覺到 這個臭小子叫住口 你在幹嘛 到底要胡說什麼 大哥 我也不想啊 你都不懂 你教我怎麼轉播啊